丟臉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看到這條影片真的快氣死了 相信很多的網友跟我坑道一樣都很生氣 基隆一名國民黨籍的市議員呂美琳 在昨天大罵被網友稱作護台哥的基隆居民 這個護台哥他本身是一個船長 那因為這個呂美琳跟這個護台哥 對於彈藥庫搬遷的事有不同的意見跟想法 那護台哥給出的理由是 把彈藥放在基隆那邊武器那邊比較好作戰資源 你撤走啊中共打來怎麼辦 諸如此類這樣的概念啦 結果這個丟臉的國民黨籍議員呂美琳就爆氣說 為什麼一定要戰爭中共打來是你逃打 你一定要去上戰場 你七十幾歲都可以去上戰場 他媽的真的極為丟臉了 現代版勤快 這已經不是說要不要搬遷彈藥庫的問題了 你已經把題目帶到要不要守護台灣了 帶大家來看一下他到底說了些什麼 好台灣的地方絕對不可以前逃 要留著就要留著 你們這些財團名義大廟也是他起床 你總之你要要他的帝而已 他已經是你個人的事業了 你怎麼沒想到跟我們打來要怎樣 我會說你現在要或是要戰爭 你要去 我留在這幾歲打了打中間 我們在留在這把 這怎麼會打呢 你怎麼會照顧呢 他如果要給我做我就繼續留著 他現在要去前面 他想我太過分了 沒有沒有沒有 他現在真到七十五歲都可以 你還沒七十幾歲 我來去啊 我來做竹竹嘛 我來可以在你中三種嗎 是你逃打啦 你不要去做兵喔 你不要去修照給人家 啊當然啦 很多人誤會說他是這個麵攤老闆 他不是啊 不要亂挺 挺錯了 好看完這個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丟臉啊 你國民黨大陸領土呢?被共產黨打掉了 共產黨本來不想給你打 是你國民黨討打耶 所以你大陸領土不見了 你的首都南京不見了是因為你天佔領耶 共產黨他並不想要耶 是你一直說要打我打我,他只好打你耶 對不對?岳飛就是討打嘛 文天祥也是討打嘛 聖女真的也是討打嘛 抗什麼英格蘭呢? 莫納魯道,你為什麼一定要戰爭? 你為什麼一定要抗日? 你為什麼要抗皇軍? 原住民被日軍S是你們原住民討打 你這句話放到哪個時代? 在哪一個國家都是極為荒謬的 同盟國抗什麼周星國啊? 羅斯福、丘吉爾、史達林 為什麼你們一定要戰爭? 希特勒打你們是你們討打啊? 你要不要天天看你在講三小 國民黨爛泥服不上牆 在中國被唾棄,被討打成上家權 跑來統治我們台灣人 又把那一套帶來台灣 然後又繼續洗腦,我們都是中國了 我們應該要反攻所謂的大陸 結果現在又在舔夠 你還能往哪跑? 你整團跳太平洋好了啦 國民黨十月之前不是說要舉辦一個 所謂的反台獨遊行嗎? 你在笑死人啦! 你們敢辦反台獨遊行? 說要守護中華民國 不允許台灣從中華民國獨立 你卻不敢反中共遊行 你卻不敢辦一個反中共遊行 你也不敢辦一個反攻大陸遊行 你們黨的宗旨不是要反攻大陸嗎? 你們在黃埔軍俏那邊學的是什麼? 反攻大陸耶! 你怎麼不反回去? 是不是? 他說什麼你還不台獨? 那你反攻呢? 講什麼屁話? 之前新北市議員不是問侯友宜 你的反台獨跟中共聖項的反台獨 定義有何不同? 侯友宜打不出來 然後記者訪問他的時候 他說這個反台獨遊行還不錯啊 跟我理念很合 台灣人繼續選嘛 呂美林還在給我扯什麼美國跟烏克蘭 俄羅斯想要烏克蘭的領土 他想要烏克蘭成為他的附庸 他想要克里密亞是他俄羅斯的 所以烏克蘭才找美國想提升自己 想用美式訓練的方式想加入北約 俄羅斯想要侵略烏克蘭的意圖越來越明顯 所以現在才有俄乌戰爭 而不是美國想要跟誰交朋友 那是他的朋友所以他討打 是因為俄羅斯先去侵略他 想要併頓他、想要勝鬥他 他覺得靠自己沒有辦法 所以他去找了新的朋友來 所以他又有俄乌戰爭 你們不要倒果為因啦 到底在講什麼 從來防守方 防守方沒有人想要戰爭 這句話你怎麼會對我們防守方說呢 你去對進攻方說吧 這句話應該要說給你們偉大蔣公聽 還有這個偉大的聖上聽吧 蔣公說要反攻大陸 你那個時候怎麼不出來說 我們不要戰爭 我們不要反攻回去 拿台灣人的命去反攻 讓國民黨統治大陸政權 你們到底有沒有臉啊 你那個時候不敢說 我們去侵略 我們去所謂的反攻 中國 但是你現在說 我們現在不應該保護自己 我們保護自己買武器 去買什麼 這全部都是在挑釁 我的天啊 呂美琳 你家門窗不要裝啦 你裝了就是在挑釁 所有路過你家的人 因為你都懷疑他們是小偷 你都懷疑他們是強盜 所以呢 你的防盜裝置 越來越高級 你的鎖越來越多 你的門窗都有上鎖 你就代表你越容易被偷 因為你在挑釁我們 你欠偷啦 我只能這樣說啦 你的邏輯套用在這裡就是這樣啊 你還意氣用事的指責一個說 如果中共打來他願意保家衛國的人 你還指責他 你還用嘲諷的語氣說 你一定要上戰場喔 你一定要上戰場喔 你丟不丟臉啦 你們國民黨會不會去指責 被南京大屠殺的中國人 抗什麼日啊 我們要和平啦 你竟敢說要去保衛南京 記得哈 記得日軍來了 你一定要去哈 記住你說過的話哈 你要不要天天看你自己在講什麼啊 支持國民黨理念的人 你們都是別人打你一巴掌 你不會提告 你也就是讓他繼續打 你會跟他說 蛤 繼續不要不要再打我啦 我跟你好生好性 你要什麼我都給你 我跟你做好朋友啊 別人在打你 蛤 我們還是好朋友啦 是不是 你們都是這樣子的理念的人對不對 你們要當聖母 你們去當就好了 我不是啦 我不犯人 但人犯我的時候 我必出來防守啦 這不是人基本的底線 跟基本的互相尊重嗎 你想當舔狗 你去當啦 三國防預算 弱化台軍 削弱與歐美連結的 都是你國民黨執政時代 你竟敢還說我們沒有能力 你讓我們走回來 我們又花了 我們又花了八年 又要拉回去 然後你又要把我們拉回來 我們就會一直在這個期間 我們不進步 就是你爛你扶不上牆 你一直在我們 好不容易走到這邊 你又把他拉回來 我必須老實講 所謂的藍綠惡鬥 他就是一個代名詞而已 百花痕就是統獨惡鬥 統獨惡鬥在台灣就是存在的議題 因為他確實是事實 所謂的統就是走向與中共統一的路 所謂的獨可以分成獨立於中共國 或是脫離中華民國 成立新的國家之類的 不管啦 所以要擺脫藍綠惡鬥 現狀是不可能的 除非今天我們的國旗 而已在國際上飄揚 這個國旗不管它是什麼國旗 只要不同於中共國 但是現在沒有 所以藍綠惡鬥它是一個結果 它必然存在 它不是原因 你想要擺脫藍綠惡鬥 請你解決根本的原因 就是中共對台灣的威脅 這個是外部因素 我們台灣解決不了 我們只能力來順受 我們只能選擇 對我們最有利的方式 如何讓中共更快的瓦解 我們越早擺脫藍綠惡鬥 不是嗎 我問你嘛 中共今天不再來瓦解了 還會有藍綠惡鬥嗎 還會有說我要同會有嗎 雖然現在只有靠聖上自己坐實 或是小粉紅輕輕反抗 才有這個機會 當然啦 小粉紅輕輕反抗這個比起 聖上自己坐實來說 聖上自己坐實還比較快 所以中共問題今天沒有解決 即便今天是不同的兩個政黨 我舉例啦 假如說現在最大黨是時代力量 跟民眾黨 或是這個激進黨 隨便或是新黨隨便 任選兩個 這一樣會有所謂的藍綠惡鬥的問題 因為這是一個國 它的因沒有解決 我們在這個期間能做的就是 與對抗中共勢力的國家站在一起 以攤開歷史來看 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 都是惡鬥、戰爭、併吞、互害 但你看一下民主國家之間、北約之間 比起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那些 還有中共、越南、朝鮮 比一下他們這幾個兄弟之邦的矛盾比較嚴重呢 還是北約之間的矛盾比較嚴重呢 所以到底是跟什麼樣的國家站在一起比較容易被出賣啊 當然啦我看到有些人講的也是蠻正確的 他知道台灣就算走到很痛 但是由於美國對於台灣的掌控 美國會阻止我們這麼捅 會幫他們拉回來 那這個時候現在的戰爭 你付出的代價更大吧 對不對 你就是秉持著一種 哦 反正我有爸爸打下了江山 我爸會挺我 我爸會幫我擦屁股 我的家人都會幫我擦屁股 我的好朋友會來借我 所以我就敗光我的家產 我就繼續在外面揮霍 我去外面這個撵花惹草 反正都有美國幫我擦屁股 這不就是你們這些人的想法嗎 所以其實來說最甜美的是你們這些人啊 因為你覺得我跟中國不管怎麼好 他會給我錢 OK拿到錢 但是美國不會讓我想跟他捅 所以美國會幫我擦屁股 所以最甜美的不就是你們嗎 哼 影片最後再講到 中國的手遊以閃亮之名 昨天宣布停止對台灣伺服器更新 原因是我們台灣代理商的臉書 回覆了支持台獨的玩家 他僅僅說了台灣不是中國的這個論述 然後台灣代理商只是回覆他 也沒有說台不台獨的問題 中共他們就玻璃心了 他們就發微博 抵制了台灣代理商跟抵制台灣玩家 然後並且轉發說 我支持一個中國原則 封禁了台獨玩家的帳號 並且不給我們更新了 還辭退了台灣的管理員 那台灣的代理商則是說 我們從未表示過任何的敏感話題 我們只是回覆玩家的提問跟解答 對吧 但目前啊 中國的廠商是不接受這個說詞的 所以啊他宣布了永久停止提供更新版本 但小粉紅還是不滿意啊 他們要求中國的廠商啊 脅迫台灣的代理商發文在臉書上 表示我支持一個中國原則我反對台獨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台灣的代理商有沒有要貴的意思啊 所以我之前說過了嘛 做中國的生意你不表態 遲早會被逼表態的 在正常的國家來說啊 韓國人可以說我愛韓國 日本人可以說我愛日本 美國人英國人都可以說我愛美國 我愛英國 但唯獨台灣人不可以說他愛台灣耶 要說的話就要說我愛中國台灣 或者是我愛中國耶 這是真的是我們的歷史碑歌啊 這個歷史碑歌是誰帶來給我們的歷史工業啊 為什麼我們要去承擔他們帶來的工業啊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角,下次見啦,掰